哎 太失望了 我第一次用开天使 对方居然试得难的 什么 开天使 它是何时学会的 我们怎么不知道 怎 怎么可能 它一个金丹锦 是怎么学会天品功法的 我的天 原来楚师兄居然这么强啊 前些天我竟还质疑 他是靠刷脸跟特长进来的 真是该死 定 众人心态破防 宿主到点加时 修为加两万 魂力加五千 不 不可能 我不可能会输 给一个金丹锦的垃圾 这场战斗笑到最后的人 一定是我 就在这时 站台上面顿时风云骤起 只见洛一剑缓缓起身 双臂张开 放声横向 周围的灵气开始疯狂会出 不好 这是天元镜的破后而立 突破境界 引动天地的灵气潮 若是吸收了这股灵气 他怕是能直接晋升至 天元镜三重啊 此时 只见洛一剑仗剑而起 神色飞扬 好像是吃了六位地皇丸 马上就能元气满满一样 直接朝随风流去 卧槽 什么情况 你们这些该死的灵气 你们想干嘛 你们不要过来啊 你们不要过来啊 定 宿主正在吸收灵气 修为减六百 修为减六百 我特么心态炸了呀 你们这些该死的灵气 搞什么飞机啊 老子不想修炼啊 你们能不能滚到对面去啊 此时本该吸收灵气潮汐的落一剑 却脸色急得通红 玄机运转起心法 朝灵气潮汐追去 企图抢回一部分灵气 小子 给我滚开 离我的灵气远一点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他们先动手的 看到这奇怪的荧幕 所有修士全都压麻呆住 世界观彻底崩溃 心中不禁发出灵魂讨问 这伙是谁 他在干嘛 都是修仙人 他为何如此优秀 定 宿主造成群体破防 修为加五万 魂力加五千 到点加九十 宿主造成群体崩溃 获得 圣品水灵根 正在为宿主融合 水灵根 我居然又觉醒了一条灵根 那不就成双生灵根了吗 就在台上二人女追我感之时 台下观战的神剑中 长老突然神色一变 好像想到了什么 不对劲啊 洛一剑可是准圣品火灵根 此次竟能让灵气潮汐 突然掉头转向他 难道说 他是圣品火灵根 没错 绝对是圣品火灵根 也只有这样 这一切才能解释得通了 就在一众长老讨论之际 台上的洛片仙美眸 闪过一丝一彩 通过神念的感应 竟发现随风体内 有觉醒第二条灵根的迹象 灵根幽碎若海 致灵清澈 此为水灵根觉醒的迹象 没想到他竟是双灵根肢体 洛片仙芳心微颤 他愈发觉得这个 拯救了自己的少年无比神秘 与此同时 台上的灵气潮汐也渐渐停止 洛一剑也突破了天原镜二重 楚随风 你竟回我机缘 本少今天一定要宰的你 不好 洛一剑你突破天原镜二重 这一剑非同小可呀 少年 剑可不是你这么玩的 真正的剑法 应该是我这样的 看好了 我只演示一遍 剑来 只听随风一声爆喝 台下木楚心背后的宝镜 更是飞出 落入随风的手中 一剑 飞些 怎 怎么可能 还有谁不服 通通上来 此颗偌大的麒麟风 在无人感应声 面对如此年轻 就掌握了四种天品功法的楚随风 若不是缺心雅 谁会自己去送死 见无人应战 随风反甩将剑往台下一甩 随后精准无物插回木楚心的剑枪面 如此借剑还剑 你就不怕插到我吗 师妹放心 我的剑从来不会插错人的 尤其是对女修士 等等 我认输 第二轮第一场 获胜者 太阳圣殿 萧武 下一个 我要挑战天绝圣门 听到这话 天绝圣门的长老们顿时眉头紧索 这萧武乃是天元进九重 而自己宗门的同代弟子中 最高的也才天元进八重啊 就在一众长老大眼瞪小眼之时 突然 一尊黑衣倩引来到了大会现场 萧武公子 我名将红艳 乃是刀门之人 恳请萧公子帮我刀门一把 此乃我爷爷留下的信物 他说 萧家欠他一个人情 绝不会见死不救的 嗯 这块清玉 竟和我家老爷子那么一模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四十年前 我刀门惨遭灭门 是门中长老舍命 才将我救了出来 爷爷曾言 若刀门有难 可执此信物 寻找萧家帮助 还请您出手替刀门查明真凶 为刀门复仇 我将红艳愿追随公子 永生为奴为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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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故事编得我差点都信了 为了爬上本少的床 你倒是做了不少功课啊 不过你觉得凭一块破玉佩 一个破故事 就能接近本少吗 你是白日梦做惯了 梦没醒是吧 听到这话 江红艳心中如坠冰架 他当然明白 这都是萧无为了拒绝他而找的借口 毕竟一个已经被灭门的势力 任何一点实际利益都没有 有什么好帮的 爷爷 看来他们并没有您说的那般 值得托付啊 定 检测到新的选择任务 选择一 无视江红艳的遭遇 继续摆烂 可获得天品功法 九重无火掌 选择二 选择帮助江红艳 提升对方资质 并让其搞绷更多人心态 盗点加自白 可获得天品功法 换水分影绝 提升资质 这要怎么提升 回宿主 盗点不只能提升宿主自己的灵根上限 还可以提升他人的灵根上限 但宿主本身也要拥有相同的灵根属性 才能点化提升对方 原来如此 那就选择二 搞绷他们心态 这位美女 要不我给你一次机会 神 什么机会 请道友明说 我要你加入我天决圣门 并且我踪第二轮战斗 有你代表出战 你给我揍他压的 往死里揍 打赢了 我以宗门的名义向你保证 定然帮你寻到灵门真凶 小洛儿 没问题吧 无妨 他的年纪并没有超过第二轮的限制 加入圣门道也无妨 公子此言当真 放心 我可是真男人 真男人绝对是一言九鼎 好 公子若真的言出必行 红念这辈子 愿为奴为弊 誓死追随 楚随风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凭这个剑壁就能胜过我吗 打不打得过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